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说明多态性对象的参考 那么这里头比较特别的 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参考这个字眼呢 那我们在上一个回合的尾巴也稍微提到了 那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这一个例子 这里有三个类 那这两个是类类 这两个类类 然后这次是负类 然后呢他都有这一个bonus 有负写的这个bonus 所以这个bonus呢变成他们共通的能够接受的信息 就好像麦当劳每个餐厅都可以接受 一样的信息都可以认识 要买大麦克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这一种大麦克这种信息 我们称为多形性的函数 它里头呢都必须要有做大麦克的这样的动作 那这样的行为 那这样的行为做大麦克 还有麦这个大麦克的这种行为 都是多形性或是多态性的行为 那这样的一个对象能够接受这种多态性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对象 我们就称为多态性的对象 OK 好那这里头呢我们定义的产生的三个对象 那有xyz的三个对象 那这个y跟m 这应该是x 这应该是x好了 这是xyz 那么它的这个xy是同一个类别 那这是另外一个类别 所以因为它不同的这个类别呢 所以要把它放进去 这一个对象的宿主里头呢 有一点困难 因为这个要放到这个宿主呢 基本上它的data type就是形态 是要一样的 是要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遇到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个别拿这个类来宣告 好那我们就会遇到有一点困难 遇到有点困难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作为调整咯 作为调整 那这就是x属于这个sales engineering 所以电脑就要调用这个类里头的bonus 是OK的 好那这一个 我们就来看看 要把它变成了这个放进去宿主 放进去这个array里头呢 那有困难 有困难呢 我们解决的方式 就是用负类的指针 用负类的参考 你看我们 宣告一个px 它是参考到负类 参考到负类 因此呢 这一个负类的参考 这种负类形态的参考 可以参考到 它的主身类别的对象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让px呢 可以指向 可以参考到 这个sales person 的对象 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宣告的是px是sales person 那我们newsales person 就没有问题 这种指针呢 仅能指向本类的对象 那么不能指向其他类别的对象 在多态这种并不属于同一种类别 也就是多态的一个环境 它是一个族群的 不属于同一个类别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它 让这个负类 可以指向主身的类别 意思说 这个情况 只是指向 这一个自己的对象 而不是说仅仅 就它可以指向 所以我们再来看实际的代码 所以我们宣告一个p p 它可以指向 这一个 它可以指向 你看把x给它 把y给它 把p给它 它就可以调用到 不一样的了 所以这里头的 这一句话是有一变的 这就是说 在这个代码里头 这一行代码里头呢 这个px 这px 的指针 仅仅 指向 这一个 本类的对象 那这一句话 N格上是有错的 OK 那这个 所以它是 负类 它也可以参考到 整个多态性里头的 各个主身的这个 类别 主身的这个 对象 所以呢 这个px 目前 目前 是指向 这个本类的对象 但是它也可以指向 主身类别的对象 这是目前 这px 就是说px呢 目前是指向 这个本类别的 sales person的对象 但是我们也可以指向 可以参考到 不一样的 它主身类别的对象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是自己类别的对象 OK 这个就是 子类的对象 这个就是子类的对象 因此呢 这个 它 x本身就参考到 这一个 你看哦 它总共有 三个对象 有三个对象 然后x呢 就参考到 这一个对象 y 参考到这个对象 然后m 参考到这个对象 OK m参考到这个对象 那么 这一个 那现在 让p 这个p 那p呢 把x的 参考的指给p 所以那p就指向x 所以这个时候p 的bonus 就是p 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的bonus 所以 执行到 这里的 bonus 函数 然后再来 这个做完了 就把这个切断了 把y给p 因此呢 因此那p 就参考到 这个跟y一样 参考到同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再来 执行这里 所以就执行到p 所指的对象 里头的 bonus 这个函数 OK 好 然后一样的 再把m给p 这个又断掉了 再把m给p 所以p呢 就到这一个 这是 bonus OK 那这就是 使用 这一个 这一个 参考的时候 的一个好处 就是这边 用的 都是一样的 不用xym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 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很容易的 把它 宣告一个数组 好 这个数组呢 里头有三个元素 那 这一个 是 sales person 类的 p1 这边 p 就是 3 所以呢 这个就是 p 0 这是 p 1 这个 p 2 p2 OK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写代码 把 这个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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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号 这个 x p0等号x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 对这个 p 1 y 然后p 2 对不对 然后 m 所以 这个因为都是相同的形态 所以换成一个数组 这个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一个 再把 xyz 放进去这个数值 对不对 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for 这一个 loop呢 去 把它全部扫一遍 那 所有的bonus 就走一遍了 好 那这样子 这个 就是我们 因为数值 常常配for嘛 它会少一遍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 再 写这么长了 万一我们这个总共100个 那原来要写100 现在呢 只要呢 用一个for 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完了 OK 这是这个用意 用意就是 要配合这个数值 对不对 配合这个数值 所以呢 那我们就 这个P 再复习一下 因为P是 Shields Person的参考 那么 它除了能指向 自己类别的对象 也能够指向 这个子类的对象 OK 它 让这个P指向 这个对象 再来 P等于Y 就是让它指向 Shields Engineer的对象 指向这个Y 好 那在这一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再回到 把X给P 对不对 那么就调用到 因为X是Shields Person的对象 所以就调用到Shields Person的Bonus OK 好 就是因为P的形态是Shields Person P所指向 P所指的对象 也是Shields Person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P点Bonus呢 它是 这一个Shields Person的Bonus OK 然后当Y给P的时候 因为Y它的类别是Sales Engineering 所以它就 这个Y的这一个类别呢 是Sales Engineering 所以它就 这个Bonus就是调用到 这一个P手指那个对象里头的 这个Bonus 就Sales Engineering Bonus OK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常常 把这个自动换卖机 卖可乐汽水等等 设计成一个软件系统 那这个软件系统呢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像Coin 那有10块钱 5块钱 1块钱 还有钱包 信用卡 一个卡片 那卡片也是钱 对不对 这个都是Coin 把卡 把这个钱包 也看成是Coin OK 因此呢 我们就 会把这个 每个 会在这一个 机器里头呢 会建立一个宿主 会建立一个宿主 这样子 会建立一个Array 或者是一个List 或者是一个Array 或者是List 然后呢 来记录 你丢进来的Coin 比如说你丢一个5块钱的 那么 它就产生一个对象 它就产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是5块钱的 那么 它会把它的参考呢 丢进去这个宿主 丢进去这个宿主 有没有 就刚刚你所看到的 我们是把这个参考 把这个参考呢 丢进来这个宿主 所以呢 这个宿主呢 就是你看 把M丢到P2 对不对 那M是不是指向这一颗 指向这个 所以P2呢 也就 指向这一颗 然后呢 你把Y丢进来 给PA P1 所以P1呢 就指向 这一颗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在 这个机器里头呢 我们会 这个丢一个5块钱进来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5块钱的对象 然后 会把这对象的参考呢 丢进来 放在这个数字里头 好 当再丢 丢进来一个 10块钱的 那么就会 用一个 把它 指向它 因此呢 就会记录 它总共丢了几个coin 丢了几个coin 好 那么等到它 丢完了 确认了 我们再用一个for 一个loop 来读这里的 每一个 指针 把这一个拿出来 去问它的value 这叫polymorphism 就是多形性 多态性的 这个函数啦 那它就会问它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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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每一个人都回答 我的value5块 我的value10块 因此就可以 这个 贩卖机 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 总共 投了多少钱 投了多少钱 OK 所以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们 会设 这一个array list 它的 它只放的就是这个coin的一种形态的参考 会放这里 等一下会看到实际的这个代码 等一下会看到实际的代码 然后在这个贩卖机里头会定一个array或list 一个数族 那这个数字呢 它里头的形态都是coin的参考 然后呢当人去丢一个5块钱的硬币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new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类别的对象 然后会把这对象的参考放进去数族的d 的p0里头 那它会把它一直放进去 所以就把它累积起来 之后 等到它确认了 再用一个for的loop去计算出 它到底投了多少钱 OK 到底投了多少钱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这个钱币就像蜜蜂一样 有没有 这个是像钱币有分了很多种 就像蜜蜂分了公蜂女王蜂 等等的 一样的 所以它既有这个多态性 而且呢 每个子类 都这个负写的 这个 这里应该是on value 负写的这个on value 是因为这个value 来调用 这一个on value 所以创造的 这一个 这是多态性的函数 也创造的 这个value的多态性 所以呢 这里应该是负写的 on value函数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设计free the coin 来给卖 贩机可以分辨 所以呢 这个贩卖机 里头就有一个函数 叫free the coin 那我们就可以把参数丢进去 丢一元的 coin 5元的coin 10元的coin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丢进去 那么这个free the coin 呢 它就会用一个数族 把它存起来 可以存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free the coin的里头呢 它就可以接受这个 它要接受硬币 钱币 这个等于是x y z 对不对 把它丢进来 把它丢给丢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给它 设到这个p 有没有 因为p 是指向负类 的参考 所以x是指向负类的 对象 它就可以给它 ok 等一下你会看到 看到这个代码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它会根据 它接到了 这个 它就会根据呢 这个对象 而去 调用到 它的on value 并且呢 可以计算出 它的不同的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代码 所以首先定义 一个抽象的 这个 积累 这是抽象的积累 它是不能拿来 产生对象的 那这个 抽象的积累里头 你看 它定义的一个数族 叫array list 然后这个数族呢 它的每一个元素的形态 要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 这个coin的参考 所以这个数值呢 每一个 每一个元素 都是 都是 这一个coin的 coin的 这一个reference 的参考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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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一致啦 所以就可以定义出 这个collection 或者是数族array ok 然后这边叫new 实际上new一个 array 然后让它来参考 所以 这是 coll 也是一个小便量 参考到 这个真正的 这个array ok 然后再来 它定义一个 给外界 来调用的 这个函数 这个也是 那这个函数呢 调用的 calcule the children value 这里头就有一个for啦 它在算总额 所以它就去 把coin里头的 去 调用它的on value 就是从这个数值里头 把每一个元素抓出来 去问它 你的 你的价钱多少 价钱多少 所以它从 这个数值叫collection里头呢 每一次get一个 geti 就一直绕 一直绕 它就全部把它加起来 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加起来的 就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就得出了 这一个总 总投入多少钱 所以value是在计算 总额多少 那么on value呢 是对每一个 去问那个同版 那个coin 你的价钱多少 价钱多少 那这个是 这一个 在coin这边所做的事情 coin这边所做的事情 好 然后就依照这个coin呢 就写类 写类 对不对 好 那么每次呢 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就自动把自己 这个this就是自己 就是这个对象 把自己加进去 这个collect里头 所以自己把它 就是说 每一个coin 它在创建的时候 比如说创建一个coin的对象 一个5块钱的 那么它就自己 把自己的指针 把它加进来 让它指向它 OK 这就是这个动作了 让它自己呢 能够指向它 就是把自己加进去 这个数族里头 然后再来 互写on value 那这个on value呢 是protected的 它在外边 外边只能 就是说 不是自己这个体系的 不是coin体系的 像贩卖机 只能调用value 因为value是public 那public再来调用 这个on value 那on value呢 是这一个家族 自己可以看得到的 外边的 不行 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1块钱 所以return1 就问它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5块钱的 在创建的时候 把自己加进去数值里头 然后呢 它来问的时候 你就回答5 OK 10块钱也是一样 先把自己创建的时候 加进去 这个数值里头 然后它来问的时候 因为它会 会这边绕 这边会绕的时候 会来问 你多少钱 然后在问的时候 你就回答10块钱 好 再来钱包呢 钱包呢 它里头就 也把自己加进去collect 对不对 然后 当它被问到on value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 就来 调用 这个钱包 里头的 这个 里头的 值到底有多少 就是 这钱包里头呢 到底有多少 这个 这个价钱 因为 钱包里头呢 也可以换 这个 coin 所以这叫做 大饼包小饼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暂时就 不提太多 我们先把 重点放在 这一个 多形性上 OK 至于这个部分 我们之后呢 在 组合的时候 会再 详细来说明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换卖机 我们写一个free的coin 然后 这边是 是coin的 这种负类的参考 那它叫你一个可以把 xyzm等等不同的 只要是同一个体系的 只要是coin体系的 对象你都可以把它丢给它 都可以丢给它 因为负类的这一个指针 可以指向指类 参考可以参考到指类的对象 所以你把指类对象丢给它 丢给它 它就会把它记录起来 会把它记录起来 目前的这个 coin是多少 目前的coin是多少 所以呢 它会把它记录起来 OK 那这个 如果说 你要知道 这个总数有多少 那么你就 这一个 目前的这个coin 然后呢 来算出它的 这个value 算出它的value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 这一个 看这一个 代码 所以首先 创建一个 贩卖机的对象 让vm 这是贩卖机的对象 然后呢 让一个 小的 这一个 来 指向它 这贩卖机的对象 所以就产生一个 5块钱的coin 然后把5块钱 丢进去 这个machine里头 然后 machine上面 就可以显示出来 是5块钱 对不对 然后再来 产生一个钱包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是把 这一个 这一个 钱 这个 5块钱的 把它丢进去 这个钱包 这个钱包 对不对 因为 这个钱包呢 有add coin 钱包有add coin 所以呢 把它加进去 把它加进去 OK 然后再把10块钱加进 10块钱加进去 再把钱包丢到machine里头 然后呢 就可以秀出来 你的钱有多少 你的钱有多少 OK 那这个只要就是要以钱包 就像那个Android的linear layout一样 他基本上要把这些小的这个连数 交到这个这个钱包里头 然后呢 最后再把钱包丢进去这一个coin 就进去这个 换卖机 那换卖机 如果你真的把这一个5块钱丢进去 那他在换卖机上面一定要秀出5 不然你会不知道 他接到了 所以那你如果说 把这些都就到钱包 然后再把它秀出来 丢进去 然后他就告诉你 这钱包总共是50块钱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真的用意的这里的设计就是希望呢 你不要直接丢进去 丢这个小 你希望呢 你先有一个钱包 对不对 那new这个钱包的时候呢 你看这里的new钱包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钱包呢 是继承的coin 所以那这个钱包本身 就有一个collection 钱包里面有一个collection 所以那你在加加addcoin的时候 那他就会把加到他自己的collection里头 会加到collection 那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 这个计算出这个钱包的多少钱 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 这一个 把这个小的 小的这个coin 都把它先丢到钱包 再来把钱包丢到机器 再来 由机器秀出钱包里头的钱 OK 所以我的 这样的一个目前这个代码的设计 是这样做的 当然你可以把它改成 你的做法 OK 其中value函数 调用的 反向调用 就反向的呼叫 台湾叫呼叫 它叫调用 所以反向的调用的 这个onvalue函数 也创造了value的多态性 创造多态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value呢 就刚刚你看到有计算的总额嘛 它有做总额的计算之用 OK 那这个类似呢 客人来说 我要买汉堡 这个等于是做汉堡 有没有 所以有客人送信息说 我要买汉堡 那么当然就会衍生出来 叫他去做汉堡 有没有 所以才会有value跟onvalue 的这种概念 那有的多态性 售票机就能够对钱币的对象 一视同仁 问他的value 同样的当麦当劳的所有的餐厅 都是多态性的对象 我们就可以一视同仁的 走到哪里 就跟他讲要大麦克 OK 所以只要讲大麦克 所有的麦当劳的餐厅 都听得懂 所以只要是这个钱币 coin的这一个类别体系的对象 我们跟他问value 他都可以听得懂 因此让我们这个消费者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clime 像售票机 就会减轻了很多很多的复杂度 因此可以带来给软件 设计上会有很多的好处 这就是我们要讲多态性的 这一个概念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它可以让我们的软件 可以变得非常的简单 就像有的麦当劳的这种多态性 我们到处都会讲 这一个大麦克 一号餐二号餐 那对方马上听得懂 因此呢 让我们消费者呢 觉得很舒服 不会呢 这里听不懂 那你听不懂 为什么你是同样的麦当劳餐厅 却是用不一样的术语 然后就会 那这种现象呢 在软件里头呢 也要把它引用过来 所以这个叫做多态性的一个做法 那对软件的设计呢 也会让可爱呢 觉得很舒服 觉得很舒服 OK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谢谢